美国女排教练考察北汽女排,低头不语若有所思,指出一重大弱点。 1月29日,美国女排主教练基拉里来到北汽女排进行考察,最主要她想考察,北京女排其中的三个外援。 毕竟有两个都是美国女排的主力选手,最后也要到上海考察她的宝贝莫菲。 可是在考察的时候,基拉里非常沉默,这和她在国际大赛上给人的印象不同。 经过随行翻译的透露,原来她是指出了北汽女排的一个小弱点,就是不太重视力量的培养。 简单来说,像这种排球和篮球的运动员,卧腿以及上肢力量需要加强,而我们的女排运动员总是注重移动脚步或者是基球的能力,对于这种强化力量的训练,并不是太重视。 美国女排则是相反非常注重力量上的耐力训练,所以在比赛当中,她们的体力或者是活跃度要更好一点,弹跳能力是女排当中数一数二的。 更关键的一点基拉里认为北汽女排的训练器材有点老旧,体重砝码上的字都已经被磨花了。 确实女排训练器材有的俱乐部比较老旧,而且这还是北汽女排,像河北云南这种女排俱乐部的话,甚至情况还要糟糕,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 设备更换需要一大笔的资金,只能通过企业慢慢赞助和比赛奖金进行一部分的更换。 况且中国人自古就有缝缝补补有三年的习惯,没到报废的时候是不允许轻易更换的,能用就行了。 其实基拉里说的这两点因素并不能算得上我们的弱点,首先亚洲人种和欧美的白种人肯定是不一样的,他们强调力量训练是针对他们的特点。 而亚洲姑娘如果可以加强上肢训练的话,忽略了脚步移动是得不偿失了。 至于训练器材的问题,我们也有很多场馆在新修建,其中大部分的器材将会赶上世界一流水平。 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完成更新坏代,并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。 最后基拉里也要到土耳其的瓦吉福银行去视察,因为还有他的另一个爱将博宾逊,不知道他看到朱婷时会说些什么呢? 而美国女排各方面都挺强,缺一个好的主攻手和接应,如果能解决这两点的话,对他们成绩也是有所帮助的。